喂 孟磊 怎么了 海英 他们好像真的在跑 股票从开盘就一直在跌 照这个速度 恐怕武士休市之前就会跌停 已经跌停了 我在看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 这家美国公司的背景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他们的股东 是查尔德的教母 查尔德的教母是一个孤老太太 本来生活在美国的一家养老院里面 据我所知 根本没有任何商业行为的能力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 这只能说明一点 只能说明这个人就是查尔德 他的教母 只是他名义上利用的一个对象 查尔德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呀 情况不太好 我就马上回事 好 你立刻回上海 我飞一趟香港 跟张董和陈董开个会 预防他们把股份卖给查尔德 随时联系吧 随时联系 对不起 我的股份不会卖给任何人 陈女士 你是华美的代表 但是 你并不是香港联创董事会的成员 所以我想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太多的交流股权的问题 王董 您给我一点时间 我现在给您看一段视频 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吗 视频 在这次抗击飞点的活动中 我是各界齐心协力 以各种举措为群众提供了医疗服务 不少企业义务地向市民发放了抗击飞点的宣传材料 并赠送了预防飞点的中药汤品以及药剂 在这次的活动中 永康集团供给向市民发放了预防飞点的材料一万份 中药汤剂一万代 他们还捐赠了医疗器具 本来跟消炎冲剂等药品供给二十万元 现在飞点在全国性的蔓延开来 我们作为永康集团 在各个小区内给品种发放一些免费的中药汁剂 也同时给老百姓普及一下飞点的防范意识 王董 您想想 像永康这样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一个真正的把他们的专业和科学技术 回馈给社会 服务于老百姓的企业 如果因为一场金融利益战 而丧失了在香港连窗的主导权 那不只是永康集团的损失 那是一个行业的损失 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损失 我相信 在您心里一定有一个天平 所以呢 您没有把您的股份卖给查尔德 可是永康集团 他们必须要购买您手上百分之九的股份 才能够稳定香港连窗的主导权 保持香港连窗现在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想恳求您 认真考虑一下这份股份转药情 像永康这样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 如果因为一场金融利益战 而丧失了在香港连窗的主导权 那不只是永康集团的损失 那是一个行业的损失 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损失 哦 我被你们说服了 武宏毅亲自 谢谢你们 谢谢 辛苦了 走吧 客官 咱们 入门 出门 beta 这 没错 谢谢 美人 那儿子啊 我 明天开盘给我全部卖掉 卖掉